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在十一就是放长假期间 我正在伦敦进行工作考察 那么在十月七号就发生了巴以冲突 在这个考察工作的过程中 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所以和英国的当地人 就是各界的这个人在交谈 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 那么现在英国人 他的态度也在发生一个变化 就是当巴以冲突刚发生的时候 由于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 这种数千枚火箭弹的攻击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 而且他的这些军事人员 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以后 还杀了不少平民 并且绑架了一些平民当作人质 那这个无论是英国 还有美国的政府 都是立即表态 就是站在以色列一边 认为是哈马斯进行了这种恐怖的活动 他不把这个军事行动 看为一种军事上的战争 而说它是一种恐怖的袭击 这个在这样的表态之后 我们随之看到 就是以色列军队 马上进入了一个防复反击的过程 就是动员30万的预备役 全民皆兵 要使国家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 然后对加沙地带 就是进行这种封锁 因为它对整个加沙地带 是这个断电 断水 断这种燃料 还有食品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对加沙地带整个的 这个人员的这种封控 那哈马斯的人员 毕竟是少数 而在这个里面生活的这些巴勒斯坦人 他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那么因为以色列要打击 这个哈马斯 就把这么多的平民实际上也当做了人质 那在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空袭中 或者是说在他的这种地对地的打击中 那很多的平民因此而上升 那这样的话呢 就使这个英国社会上的这个舆论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最初呢支持以色列 现在呢就认为以色列的这个反击行动 或者报复行动 他是这个违反这个战争法的 因为你是把巴勒斯坦的这些民众平民 当做人质来打击的 就是你宁可错杀一百 绝不放过一个 哈马斯他的人员是少数 但是你为了打击哈马斯 现在不加区别的 把这些民宅或者是建筑全部给毁掉了 那使得这个数以万计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这些 巴勒斯坦民众的没有生存的依托 就是他没有住房 而且你又封锁了他的这个粮食啊 还有电啊水啊这些基本生活条件 那使他们无家可归 无法生存 也就是在这个军事报复行动中呢 使他们遇到了人道主义危机 那这样的行动呢 就导致了 就是当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的时候 是恐怖主义袭击 那你现在反过来 以色列的军事上的报复行动 也是一种人类的吧 这个犯罪的行为了 因为你是要伤害打凉的这个 无辜的平民的 所以他们的看法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再看 就是在这次军事冲突中啊 伊国人认为说这个 不要以为以色列的这个军队是非常强大的 不要以为以色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人 其实呢在这个战争中 或者在这个博弈中呢 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哈马斯啊 他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去呢 他的这种作战方式或者是军事行动呢 基本上是小打小闹 而这次呢 他就像高压锅一样啊 就是我不排气 然后我把这些武器装备 比如说他主要是火箭弹啊 330毫米和240毫米的这个火箭 火箭弹大量的倾泻到这个以色列 并且呢 是在他的这个一个节日啊 就是处于放松的阶段啊 这是一个节日 一个节点 还有呢 就是他不暴露出任何的政后 准备发动这次军事打击的政后 所以使这个以色列措手不及 那么英国人 也就是在反问我说 你认为哈马斯的人员现在还在加沙吗 他们在发动这次军事行动之前 是有充分准备的 那么他劫持了人质之后 他还会留在哈马斯的控制这个区域加沙吗 他们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加沙地带 就是你以色列现在尽管把加沙地带为了个水泄不通 准备对他进行封控 就准备把它变成一片废墟啊 但是你的有些人质 还有哈马斯的一些人员 未必啊 现在还在加沙地带 当然就是即使他在加沙地带 你如果把加沙就是变成一片废墟 你认为可以彻底的铲除啊 就是哈马斯 实际上这是根本不现实的 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民众啊 你分不清谁是哈马斯 你分不清谁是平民 你只能不加差别的 把他们就是清除 那这个结果可是造成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造成整个就是民族矛盾的升级 国家矛盾的升级 和这种宗教矛盾的升级 那如果就是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动啊 就是越凶或者是说这个规模越大的话 他对加沙地带造成的这种平民的伤害会越大 他的引起的这个反响或者后果也会越严重 那么即使是以色列把加沙地带全部占领 把这变成一片废墟 好像是把这个哈马斯彻底的清除了 但是实际上啊 这些人未必还都在加沙 可能已经遍布全球 那么以色列从此可能也就国无宁日啊 就是因为他随时可能在不同的地点 在不同的区域对以色列进行这个报复 所以英国人他现在对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行动 持一种怀疑的这种观点 或者是说他也是啊 就是有很大的悬念 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就是这次以色列的这个行动 可以彻底的就是绞杀掉 哈马斯 可以把这个哈马斯啊 通过军事的手段 给他就是彻底的摧垮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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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